燋車 大家好 我是子凡 那感謝各位今天來這邊 那我們先看一下 你覺得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都是在討論這樣 來我來問一下 你覺得我們在做什麼 徳文總 有點黑暗市場之類的 明明大家的笑容都很明亮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做與全國校園正妹帥哥牽手的社團 沒有啦,這是開玩笑的 等一下就慢慢加入我們 我要講一下 在場也沒有,還是學生可以舉個手 我來問一下 請問一下,你多久會點一次你的學校的觀望? 2、3天點一次 2、3天點一次 那多久會點一下他的活動 是看到有興趣就點進去 就剛好有那個校園公告才會點進去就對了 有興趣就點進去 好,我了解 那我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是 我們今天在做這件事情是大概一年多去就開始做了 那做這個東西的原因是因為那時候 故事是這樣子的 是那時候台大的幾個同學 然後我們就剛好有一個 就是要做學校的專案 他就是反正課程裡面 然後就是應該要做一些網站 或者是說可能APP之類的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其中有幾個人就覺得他們平常不參加校園活動很窄 所以他們希望做一個校園活動的網站 讓他們以後變得不窄 那至於做了一年多之後 他們有沒有變得不窄呢 我們之後再講 好,故事繼續下去 然後我希望大家感受到了這樣的感覺 就是快樂的 有活力的 然後想要參加活動的那種感覺 那這裡面呢 是我找到一些學妹 然後就跟他們講說 那幫我們宣傳一下 在這邊呢 就會寫一下 關於我們這周的那個校園活動 對,好,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然後那個手都不是我 沒有,是我沒錯 好,接下來 那我們在做什麼呢? 是因為我們發現95%的學生 以台大而言 他們基本上一年點不到一次校園的那個首頁 學校那個館 基本上官員放在那邊 那裡面呢 校園活動是裡面的其中一個連結 所以更少人會去一點 可是校園活動的那個連結裡面 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 包含免費的交流活動 或是一些講學金的資訊 可是這些東西 就像政府的網站一樣 就是它把它公開了 可是沒有人會看 等於沒有公開 這也跟夠意思的團隊有點像 其實我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Open Data 的概念 那我等一下會再講到Open Data 的東西 圈皮校園活動廣場 它其實是一個Facebook的概念 它是一個校園活動的Facebook 我們希望你在參加校園活動 除了好早以外 另外就是我們可以推薦你想要去參加什麼樣的活動 推薦給你 讓出現在你的圖鴨牆 就是我們圈皮的圖鴨牆 然後也希望你一進來想要到什麼活動的時候 你就發覺有些朋友可能對這個感興趣 然後你可以直接邀請他一起參加活動 這就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 那 缺品校園活動廣場想要做的是 成為全台灣學校的官方活動平台 我希望所有首頁都不改變 可是你點到那個學校的活動 就會點到可能師大的缺品校園活動廣場 台大的缺品校園活動廣場 我們就是做那個連接 那接下來我大概會講 剪接社會意義營運線 還有商業粉絲還有這些東西 我們想要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行銷整合 第二個是資源整合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今天假設呢 我想要去找活動 以現狀下 Facebook有各種不同的社團 它有各種不同的社團 它有各種不同的work 有各種不同的粉絲頁 然後學校它有官方的粉絲頁 然後學校像我所說的官網 然後系所它有各個 它有網站 還有實體網站 還有各個校園的報告欄 甚至PTT 或者是今天剛好你的同學 剛好在Facebook的分享 所以我都可以參加 讓你剛好看到 我們需要把這些東西 整合在一起 我們也希望把你們所有 如果你今天是社團幹部 像我參加過七個社團 然後我就知道當社團幹部 要宣傳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我可能要站在 在學校的福利社外面 然後看到所有發展 大家也不知道要參加什麼活動 或者是我曾經是國標社的 然後我們在那邊跳舞 然後大家也做主要看一下 可是問題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太浪費時間了 我們希望學生的時間 應該花費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我們希望簡短大家搜尋活動 和宣傳活動的時間 這就是行銷整合 那資源整合呢 我希望做一件事情 舉例來說呢 全台灣有兩所大學 有阿根廷天國社 分別是台大還有台一大 至少我在北部的狀況是這個樣子 北一大 北一大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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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兩所呢 大學有阿根廷天國社 可是其他台北部那麼多學校 到底也沒有想要參加阿根廷天國社的同學們 可是他們可能沒有那麼多有興趣的人 可以組織一個社團 所以我們希望 今天假設我在台大 那我發覺師大很近 那或者是那個 那他們如果有什麼樣的社團 有什麼樣的講座活動 可以去參加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資源整合 希望不要去說 有些 就舉我們台大學校的日子 那個地質來講 台大有一個社團叫做水族寵物社 它非常特別 特別的地方在於 兩年會產生一個社長和兩個社員 那我還是覺得 應該在附近的學校 會有同學會對這個人進去 那我們希望 如果今天我們成立一個社團的時候 可以讓其他學校知道 這邊有這樣的社團 然後外校可以參加 可是在現狀下 我們做不到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做一件事情 資訊透明 其實如果大家知道 學校其實有些會議 學生可以參加 可是呢 他不會告訴我們 那當我們可以發表意見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發表 當我們知道有些交流活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會 就是可以知道有些交流活動 可是問題是 他放在那個網站 我根本不會去說 我根本看不到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 可能不然用Spyder的方式 去爬他們的資料 然後把他們的這些資訊 作為一個可視的表現形式 是產生在我們圈品 校園活動廣場 讓大家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我希望把這些原本資訊 不透明的東西 不透明的公告 可以放在一個地方 讓我們所有學生可以看到 另外 我們希望在我們這樣做一個活動的時候 包含一些聯署的活動 這個聯署的活動呢 藉由這樣的一個平臺呢 它也是拜活動的方式 這個是叫聯署的活動 然後你可以選贊成反對 然後甚至你可以有一些基本 像說你是哪一個系 然後的那個什麼 幾年級的 然後去成為一個民意基礎 去重新去對學校發生 因為其實所有的大學生 我現在例子講大學生 所有大學生基本上 或許對這個東西 會感興趣 然後覺得要改變 可是實際上 今天學生會的選舉 很多人都不會去 即使看到他也不會做出去 去投票 那我們希望做一個最簡單的 可以在線上投票 讓這些民意基礎 跟我們拿給學生會 拿給任何組織發起這些 這些這個活動的學生們 讓他們有辦法跟學校反應 我們希望去促使 校方老師還有學生 彼此有能力有效的統統 這是我們後面想要做的事情 我們的音樂現況 有包括Web ProIn 還有Android App 然後iOS Lab 目前還在做 然後合作的方 有像陳士通 還有我們也做過台大的藝術機 還有台大研究生協會 接下來我用一個影判檢查代過 我們先來做一些東西 這是師大 然後點學這個校園活動 就會連到我們現在的這個網站 這是出版的網站 最近在3、4月會再做改版 然後它會是一個播流的形式 可是我們未來會把它改成 比較像Facebook的形式 然後這是單一頁頁頁 到時候也會做 不管是分享 或者是做新事例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 對它做一些推薦或是留言 對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協作網站 包括學生會 因為我們希望藉此去打入各個學校 然後射出我們自己的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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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其他N9E App目前還在測試 商業模式呢 去年底在西谷有一家 也是在做類似概念的校園活動 他們得到300萬人放過 那我們希望 我們其實是採個非議題的模式 可是我們還是希望能得到一些支持 那當然我們有一些商業模式 包含分站費用 就是我們像跟士拉台的時候 會跟士拉收取一些分站費用 還有包括就是每年的位置 對 然後到時候可能也會有 老公分都要看廣告 還有關鍵字廣告 那全台灣有161間大大院校 有4000多間的各級學校 有386萬個學生 這是去年的數據 我們希望做一件事情 讓所有的校園活動 能夠整合在一起 讓我們的學生的時間 可以發揮在更有價值上面 到我們學生 校方還有老師 彼此的意見 可以彼此有效的溝通 那 這是我對我們夥伴的情緒 我們希望到時候 我們真正成立一個公司的話 我們可以每週只工作三天 剩下4000大家去參加校園活動 我們願景 剛才講的 生命應該會在更有意義的事情上面 校園生活應該更有效率更有價值 缺筆打造你的校園生活 這是我們伊林斯的募資的部分 簡單來講 我們在夢想幫手的時候 我們想要找校園青山大使 就是簡單來分享活力分享活動 如果你贊同這個概念的話 麻煩直接打缺筆來找我們 第二個 就是唱歌求雀 因為我們為什麼叫球雀呢 是因為台大有很多麻雀 然後那個麻雀的感覺就是很快的 然後急急扎扎的 它會把很多東西 去放到它的草裡面 去把很多活動 散播在各地的活動 放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 缺筆這個東西很像俏皮 就是俏皮的球雀 好 那戰鬥球雀是包括 包括GNG的視覺設計 如超球雀是包吻網 網站的架構 還有Android的工程式 我們贊助內容是 當然有贊助五十一塊 就想要贊助我們 就贊助五十一塊 然後贊助一百四十九 基本上到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VIP的 會員帳號資格 還有明信片 對 好 缺筆香港活動工廠 加入我們 如果你對我們的東西感興趣的話 歡迎點一下缺筆 然後加入我們 就這樣 謝謝大家 我們所有的導師 謝謝汪吳祈光